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每个星期天上午有半个小时的白化佛法 那么台长呢在这里跟大家直播啊 今天呢是我们的7月24号星期天农历呢是6月24号 请大家记住了下个星期天是农历7月初一 又是到初一了希望大家呢多吃素 好那么今天呢台长呢继续跟大家呢开始呢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啊要谢绝事源也就是说我们对人间所有的追求我们要非常客气的把它谢绝掉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想追求世界上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心把它拒绝掉 比方说比方说你天天想发财那么你去买六盒财天天去刮六盒财 实际上这个心你要把它谢绝掉 谢绝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把自己的贪心要把它杜绝 我们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贪我们如果贪的话我们就会堕落我们就会迷茫我们就会恐惧我们就会生出一些不好的意念 因为当一个人在世界上很多事情他达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一些出乎人之常情的事情 而且当你去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当你追求不到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啊不是正常人所能够想出来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随随随便便谈恋爱 到了最后呢就是产生了一些感情上的纠葛 然后呢得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便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控制好自己 因为你要学佛 所以你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生活习惯 控制好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性 然后呢要懂得克制自己 然后要懂得谦卑 要懂得怎么样来做好一个人 有了这些之后呢 你对世界上很多的欲望不去追求 吃东西我也不追求 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追求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慢慢的呢就会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呢台长呢继续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呢要学佛 首先要感恩菩萨的慈悲 你们越感恩菩萨的慈悲 你们会越觉得这个菩萨可爱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如果你越觉得这个人很慈悲 你自己也觉得我很慈悲 你看到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会觉得很亲切 因为我们的菩萨是最慈悲 当你心中有恨的时候 你只要想起慈悲 想想这个人也蛮可怜的 你就会觉得很亲切 所以当你经常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妄想的念头都会消除了 妄想是什么 妄想就是不应该你想的 不应该你得的事情 你去偏要想 你就会得到一些不好的念头 所以这就称为妄念 所以台长跟大家说 我们学佛修心 做的是什么 学的是什么 行的是什么 就是要学菩萨真正的慈悲 修的就是佛心 行的就是佛道 我们学的就是佛理 我们要懂得在人间怎么样来真正的学佛 嘴上讲一套 那是没有用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把妄念打消 就有如我们在生活当中 夏天了 特别热的时候 你去冲个凉 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臭体清凉 因为你的心 从里边到外面 发出来都是 慈悲 清凉的 所以你就不会有 所以你就不会有称恨心 因为你心中有词 所以你看见谁都觉得很亲切 看见谁都很喜欢 这个就叫法悦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经常心中有佛 经常胸怀佛的人 他 有如甘露灌顶 啊 我们说 甘露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灌顶 就是从你头到脚 全部都 啊 撒下 所以 学佛 要真正的理解佛 念佛 要 念 菩萨 真正的 心 所以很多人念佛 叫 有口无心 我们念经 念佛 我们要 从心 到外表 都要 以菩提心 为师 所以 啊 我们 要 能够 念佛 学佛 念经 一定要 发愿 一定要 啊 修行 因为你单单念经 你又没有行为 你这个学佛 是不争切的 因为 也就是说 你嘴巴上说一套 而没有落实在你的行为上 你所做的一切 是不那么真切的 所以我们 业障 啊 非常的深重 因为我们的人 从 累世 积累的那些 灭障 到了 今世 我们 非常的重 我们 为什么会受伤 我们的心灵 为什么会受伤 我们的业障 太重了 而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会生病 也是因为我们的业障 太深了 所以 我们怎么样 来 克除 自己 心中的 那些不好 东西 那就是靠着 菩萨 靠着 观思音 菩萨 靠着我们自己 要好好地念经 要修心 我们心 念经的时候 要达到 一心不乱 我们很多人 就是心啊 太乱 就是坐在那里念经 心也停不下来 意境也停不下来 满脑子乱窜 意境乱窜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修好心的原理 很多人天天在打坐 又有很多人天天在念经 他为什么念不好呢 因为他的心不存 他在念经的时候 想着都是人间的一些杂事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要平时一心不乱 那么你念经的时候 你求菩萨的时候呢 才会灵验 因为你的心太乱了 所以当你在念经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好的经 也会被你念得乱七八糟 前面念到后面 当中脱泥带水的 有时候少字 漏字 缺字 这样的经文 你怎么能念得好呢 就有如读书一样 一个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如果心里一乱 他的学业一定不能上经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才能够克服它 当你不能明白 你就不能克服它 就有如我们知道自己的胃不好 我们吃东西就不能吃得太凉 我们吃东西就不能吃得太快一样 就有如我们知道自己的腿脚不利索 我们老人家就不会走得很快 不会奔一样 奔跑一样 只有了解自己的病 我们才能克制自己的病 才能解决它的问题 如果你连自己身上的毛病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克制 很多人 发愿 修行 但是呢 情不争切 就是对菩萨还不是完全理解 对自己的毛病 对自己的毛病也不是想真正的改 只不过想我今天能不能够求菩萨保佑我 让我人间的事情能够平平安安 而不知道我们人世间的业障太深重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的根性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良心 现在很多人良心都没有 做事情他还更何谈他能救度众生呢 整天想着自己不为人家想 这个人能修好心吗 大家想一想 我们要懂得冷暖自知啊 就像一个人喝水一样 要冷暖要自己知道啊 你要知道你到底是修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做哪方面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以为自己能量很大 但是呢 他在真正帮助人家的时候 他用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心去救度众生 最后他没有功德 反而还会带来很多的业障 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个老人家 他就去救度一些小女孩 在给小女孩说法的时候 他就动了一些不是太好的心念 当然也没有动了很多很不好的心念 但是在同样的一个 弘法度众的当中 因为他的这些信念 使他产生了很多的心病 等到他看不到这个小女孩来的时候 他就会念经念不好 拜佛拜不稳 学佛学不顺 这就是他已经被他的六根所缠住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六根清净 一个人如果根气不净 他念佛也念不好 学念经也念不好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照顾到自己的心缘 什么叫心缘 就是你心里的源泉 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的源泉 我们的良心本性 如果你不能契合佛体 也就是说你不能照顾到菩萨的心 你的心不能和佛心二则合一 那你是念不好心的 念不好经的 所以我们要反念自念 也就是说当我们念经的时候 我们要翻来覆去的念 我们要自己自心的来念 我们要自己用心的念 我们就算念得不好 我们反过来倒过去 我们再念 我们又要反观自观 也就是说我们看问题 把正面看看 反过来看看 同样是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用什么眼光来看 这叫反观自观 要自己来看一看 要反过去再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要观外无念 也就是说 我就算看见生活上 有很多的挫折 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恼 我要看了之后没有念头 所以自己的要全念即观 也就是说 我所有的念头 就像我所看到的一样 我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烦恼 我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这样的话 你的心才会平静 因为你看不起人 你心就会起烦恼 因为你觉得这个人修不好 你就会有烦恼 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很麻烦 所以你心也会跟着他一起麻烦起来 说人者就是是非者 所以我们不要去说人家不好 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去谈论人世间的杂 杂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正的东西称之为杂念 如果你正念现前 你就没有杂念了 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 要全观 要全观无念 观外无念 念万无观 全念即观 大家要好好地理解这些话 台长用白话再跟大家讲一讲 也就是说 你念头来了 如果你在人间 你有一个坏念头 或者有一个好念头来了 你就要把它当成没有念头 如果你有所有的念头全部来了 你就把它作为一种看到的事情 就像我们叫机关什么意思呢 全念机关就是 你的念头全部的都是像看到的一样 一扫而过 而不能留存在你的意念当中 当你的念头之外 你就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了 所以叫念外无观 全观即念 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你的念头在了 但是你把这些念头全部去除了 那么你实际上就是 观外无念了 当你看到的外面所有的一切 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空了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实际上很难的 我们本身自己做人已经很难了 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对的 我们总以为自己身上的毛病 不是毛病而是正常的 我们过去做人做得很差劲 我们自私自利 我们就想到自己 不想到人家 而今天我们学佛做人了 我们只不过做一个一般的人 很多人以为学佛当中 啊 戒 五戒 那是和尚尼姑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做人 难道就可以杀生 邪淫 妄语 偷盗 还有喝酒吗 很多人 喝了酒 做错了很多事情 等到酒后 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 还在后悔 这就是他 自己在学佛当中 他不知道要有戒律 而我们真正学佛的人 一定要懂得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要有戒律 一个人的戒律很重要 一个人能够守戒的人 也就是说 不说人家不好 不做坏事情 不去动坏念头 这些都是属于守戒 很多人以为自己 要点名气 要点名声 以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实际上学佛的人 连这个都不要 要他干嘛 名利 如风水影啊 就像一阵风一样的 你的名声再大 你又有怎么样呢 你今天做了市长了 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今天做了总理了 你又怎么样呢 大家想想 我们澳大利亚 去参观国会的时候 在博物馆当中 才会把历届的总理放出来 而后代 有几个人又知道 过去有多少总理呢 我们说 人要留给我们后人的是德 而不是留一个名 就算留个名 也要留一个好名声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学做人 学做为人父母 我们必须给孩子 留德呀 而不能给孩子 留名啊 我们留财 还不如留德给孩子 所以学佛人 连那种高傲心 都要去掉 大家要记住 今天我学佛了 我在念经修行了 我在做任何事情了 我就好好的做 我没有必要 要把那些名人请来 因为当名人来了之后 实际上 你心就有 我们说的就是有分别心的 因为所有下面的 需要救度的众生 他们都是名人 他们都具有佛性 他们才是真正需要救的 而我们学佛人 如果把名利放在前 你同样的去救度众生 你就会先照顾那些 有名 有利的人 而不去考虑到 劳苦大众的 所以学佛人 首先就要学会 放下自己的分别心 我有何德何能 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子 我们就是要好好地学习 我们就是要能够从没有到有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要从有到没有 那把我们的习性 坏习惯 从有到没有地改了 那你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佛者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台长这个白化佛法 时间到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今天是星期天 那么在我们这个几个小广告之后 台长将会给大家 有一个半小时的非常精彩的 我们白化佛法当场解答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我们几个小广告之后呢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